Hello,大家好,我是Wed&Shaker裡面的Gesture 今天就躲避盆第四集 就教大家三個躲避盆的規則 規則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沒有規則就沒有規模矩 沒有規模矩又怎樣?就不用玩了 所以就要一個規則 待會就有專人跟我們講解一下 好了,現在就來講規則了 躲避盆呢,我今天就講三條規則 太濕了 打一條規則 其中一條,不要說打一條 就是不可以踩界的 譬如我當中間這個盤是中線 這樣 接著這條是線 那條是那條白色 羽毛球的那條白色線是線 如此類推 譬如如果我對面有個人 我就要打他 理所當然,或者是存盤 但是如果我打人 同事 踩了一條線 再飛盤出去呢 是犯規的 又或者 是犯規的 這樣就給盤權給對面的了 這個是第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就是 第二種情況就是 譬如我拿著了一個盤 我無故踩錯了 踩了一條線 這樣也是給盤給對面的 但是呢 有個情況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沒有拿盤 踩了一條線的話 在正規比賽裡面 我是要出去做鬼的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你拿著盤踩界 盤就是你的護身符 你就可以給盤給對面 你就是給盤給對面 但如果你沒有盤有踩界 你就要出去的了 這個就是第二 那第三就 那第三就是這樣 譬如我飛了一個盤出去 但我有踩界 都是不計算的 那踩界的規則就去到這裏了 那不明就可以在樓下留言 即是在留言區留言 問我們 現在就說第二條規則 好了 現在說第二條規則 我找了Gabriel做助手 這樣呢 躲避盤呢 只要呢 在外內場打中了敵方的人 即是敵方內場的人 即是站近一點 你站近一點 即是譬如 我打中誰的部位 即是我這樣打中了 如果他沒有接到呢 他也是死的 那他就要出去外場的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有一種情況就是這樣的 如果我在外場 你站這裡 如果我在外場 站近一點 站近一點 是算數的 然後 你假裝打中 即是 如果我打中了他 你過來 我飛過來那邊 你拍給我 拍... 再這樣拍給我 將你這樣拍給我 真的如果 我碰到他 然後呢 他又拍了櫃給我 而我又接住了 這樣呢 他是死的 但是我沒得進去 因為我拿盤拳 因為呢 袋被盤這件事 如果你在外場 打中了別人之後 你有兩個選擇 要不你打中別人之後 又回到你內場 要不你打中別人之後 你就拿回 撿起盤拳 那你如果拿到盤拳 就不能進去 你就繼續打了 還有如果 外場只剩一個人那時候 而那個人又打中別人 都不能進去的 因為你袋被盤一定有外場在 如果沒有外場在 如果沒有外場在 不用玩的了 好了 現在講第三條規則 那呢 講前兩個 不知道大家有 念 就是消化... 消不消化到 那我現在講第三個 就講出盤問題 那出盤呢 有時候有很多問題 譬如 我們先講傳盤 我們傳盤 一定要把盤這樣傳過去的 即是我們要水平這樣傳過去的 如果你不是水平傳過去呢 即是怎樣傳過去呢 這樣傳過去 要劈盤 劈盤行為 這樣傳盤是不行的 是犯規的 而這樣 這樣傳過去呢 都是不行的 都是犯規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傳盤問題了 那第二個問題呢 通常我覺得呢 出現在靜手那裡的 如果你的靜手呢 是比較差的話呢 就有可能 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劈盤問題 什麼叫劈盤問題呢 因為我們要把盤呢 水平這樣飛出去的 不用撿了 而有時候呢 有些人呢就這樣 這些就叫劈盤問題了 那劈盤問題呢 如果犯了規的話呢 都要加回盤拳不給對面的 行了 好了 我今天的躲避盤教學 就來到這裡先了 如果喜歡看的話 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 我們下次見 拜拜